离10月31号万圣节还有一段时间 不过香港迪士尼为了拉拢游客 从10月4号开始就以万圣节做主打 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11点 还打造了独特的万圣节餐点 来到迪士尼免不了要和最佳代言人拍张照 近距离和米奇米尼包包 才发现他们都是暗黑版的万圣节迪士尼好朋友 万圣节的特别还有它的气氛 但是也不会太恐怖 所以就适合一家大小区来 摩羯之神查理宝占领迪士尼 把中央的迎宾花园变成坟墓地狱 这些都是庆祝万圣节的巧思 从10月4号开始香港迪士尼 星期四到星期日都会延长营业时间 到晚上11点 让民众体验不一样的游乐园 到了万圣节可以看到装饰都变成坏蛋系列 就连高飞狗的装饰也都不一样 餐厅装饰不走明亮路线 这回轮到坏人当主角 密奇高飞利用南瓜当配件 穿上万圣节限定装扮 还是很受小朋友欢迎 好惨年喔 一口吃下红色眼球 其实是用荔枝伪装而成 乐园一共推出80道万圣餐饮 主打视觉效果 万圣大餐还有一个小道具 就是遇到水才会发光的LED冰块 很特别啊 它有一个Halloween的南瓜东西在这里啊 还有那个Spider 所以就挺特别啊 有一些特殊的像蜘蛛网 类似于那个万圣节的那个装饰 还是挺特别的 园区中的美国小镇橱窗 到晚上也变了模样 弥漫恐怖氛围 乐园出奇招延长营业时间 要用万圣嘉年华做主打 就是希望能把十月淡季 变成热门旺季 UDN TV 刘宇佳妮 香港报道